親愛的祖國、福建、廣東、海南、甚至浙江、江蘇的沿海同胞 你們好,兩岸即將統一 但統一的主因不是武力統一,而是海嘯導致統一 而海嘯統一最早講的是劉伯溫的金銀塔碑文 金銀塔碑文中環華士、辯方、陽高樓、隔壁、尼港、大洋、殘暴、聖才藍這些詩句 這金銀塔碑文自從台灣的歸神蔣光 一百年前拆了金銀塔之後 他就在他拆之後的一些大師 起先引驗在大陸,後來引驗在台灣 那如果說最終的話是海嘯導致統一 那金銀塔的預言是完全準確的 那如果最終是武統的話,那就是後面這部分不準 這畢竟是劉伯溫,最早是劉伯溫的議員 那我們就參考參考 那祖國是非常仁慈的 雖然想完成中華民族偉大物行 但畢竟台灣也是中國的土地 面對漢奸的造謠、叫囂一直都能得 就是不能傷同胞 台灣漢奸執政下貧物差距懸殊 自然敗壞 漢奸已經無德繼續台灣執政 2021的上半年將完成統一 2月及3月,請注意馬尼拉海溝的避震狀況 六級以上的避震是很罕見的 六級以上的避震是很罕見的 日本海嘯的前兩天搖了六次六級以上的強震 當一天多次六級以上的強震 請您做好逃難的準備 預防九級以上的海嘯 這次照美國地質數據 可能到達9.6級 也就是他前陣預照 可能是多次七級以上的地震 而不是六級 海嘯的高度將會達到30米高 就是30公尺高 30公尺也就是10層樓 時速是噴射飛機的速度 也就是每小時數百公里 大樓可從島車子會抬起來 請同胞預防 就是在他前陣預照的時候 該準備預防就要預防了 以免阻證搖起來的時候 那個證物廣播會錯手不及 在Google上搜尋台灣海嘯取代錶 或鄭炳輝談三大災難 可以找到我的影片